今天廣東人發行沒有讀書 為什麼這麼說? 發誠短靜,我真的說不出 讓我看過 真的嗎?我的東西只有那麼多 你不要騙我 這些字其實是廣府人日常交流用語 你不要弄我 口字加個向是什麼字? 哦,是個咩字來的 咩字用拼音輸入法MIE就可以打得出 那粵語讀MIE MIE其實原本是指揚叫聲的MIE 但是粵語裡面的MIE相當疑問詞 什麼的用法 其實就是什麼的連讀 什麼什麼什麼變成了MIE 搞什麼就叫做搞什麼 做什麼就叫做什麼 什麼事就叫做什麼事 講什麼就叫做講什麼 MIE字也可以放在句末 相當於MIE的用法 例如說是咩 哼,好聰咩 那MIE字其實還有一個很神奇的用法 只要你懂得好好運用 如果吵架一定會贏 贏了 咩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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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原來是這樣 這個其實是一個什麼字來的 這個字用拼音書的法MIE就可以打得出 那粵語讀MIE也可以讀MIE 其實MIE在漢語字典裡是表示歪斜的意思 原意是指邪視的望 就是這樣 也都可以用作姓氏 但是用作姓氏的時候就不是讀MIE 也不是讀MIE 是讀MIE 是讀MIE 或者是讀MIE MIE姓MIE姓 不過廣東人經常說什麼 是表示什麼的意思 譬如說 喂喂喂 做什麼啊 做什麼事啊 又或者可以表示為什麼的意思 譬如說 哦 哦,今天包中婆倒探這麼早 是啊 我又問你了 倒探五早、倒臉五早 是什麼意思 知道的話,流就熱了 用口字加個GY是為什麼呢 哦,這其實是GY字來的 GY字用拼音書入法 KAI或者GE就可以打得出 GY字的本意是鈣 相當於碳飾的意思 但是粵語裡面的GY相當於低的用法 譬如說 你的、我的、他的、又或者 我的東西你這樣搶 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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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先的 我看先的 用口字加個對 問得非常之好 這其實是個GY字來的 拼音書入法 YAN就可以打得出個GY字了 廣府人打字 經常打個GY字 其實是表示合適 很合得來的意思 譬如說 GY好 GY身 好GY著 或者是GY GY GY 提GY 第二句飾意是表示 對正確的意思 例如說 我GY還是他GY 誰不GY 誰不GY 也好 第三句飾意是表示 欺負的意思 譬如說 阿婆不好意思 剛剛碰到熟人 很合謊 聽多幾句 三缺一 開桌 那口字加個左 是什麼字呢 又不是左字 這個左字 用拼音書入法 ZUO就可以打得出 廣府人經常打口字邊加一個左字 其實這個字是表示結束圓結的意思 在粵語或者是語語經常會用到的 相當於普通話 L字的用法 代入之後就很容易理解了 譬如說 效了就叫做好左 哥了皮就叫做損左 Jer了昏就叫做結左分 美了就叫做無左 人了就叫做丟左 丟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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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複雜 難怪北方人說粵語很難學 那口加地有什麼用字呢 其實這個就是地字來的 拼音書入法DI就可以打得出 地字原本是佛教的咒語用字 但是粵語就用它作為人稱代詞 即是相當於普通話門字的用法 例如說 你們 我們 他們 人地 但是我們這邊 我們不叫我們 叫什麼呢 我這 那你們呢 你這 那他們呢 他這 那人 人地呢 家這 人地 兆慶有些人還會叫人陸 人家 人地這人 你家鄉又是否這樣說呢 留言分享一下 那時候我口字那個金是什麼字 其實這是個禁字來的 拼音書入法珠AN就可以打得出 禁原本是咸 含的意思 月月裡面的禁其實相當於 者陽者摩如此的意思 是特指份量和程度的多少 例如說 那麽大 那麽細 那麽多 那麽小 那麽高 那麽矜 那麽遠 那麽勤 那麽厲害 那麽厲害 那麽冷 那麽厚勤 那麽厚勤 那麽厚 那麽巧 那麽這麽字的用法 那麽厚勤 那麽又爲什麽呢 那麽都是毒感 那那麽同感 那麽同感 那麽同感 那麽經常有人撈亂用的 那麽你又分不分得清呢 那麽口加感 那麽都是毒感 那麽聽音書入法DAN就可以打得出 那麽 那麽字原本是指淡的意思 那麽粵語就用個 那麽字來表示 那麽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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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识意相当于这摩,这样的用法 比如说,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这样做 但是,乡巧话就不会讲这样的,而是讲 白土那些,讲京的,京央,京早 那些讲讲的,讲早的 还有流川是讲,这样,这样的 还有一个识意,是相当于的同地的用法 比如说,他笑口细细,这样说,他冤起样子,这样说 所以,这样还这样,这样还这样,如果你分清楚读音的话 一般就不会拎乱用的了 用口加特是什么字呢 这是个叻字来的,拼音输入法LE就可以达出了 叻字其实是个音译字来的 马拉语讲的石叻,即是新加坡的意思 旧时候,中国僑民还称呼,新加坡叫做叻浮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呢 但是,粤语里面的叻,是指很厉害,很厉害,很有能力,很有本事 很聪明,恒断恒了,就为之叻了 通常讲的叻,即是指有口才又有能力的人 比如说,叻仔,叻女,阿叻,叻个 这个就是粤语里面叻字的用法 江西老表也会用到这个叻的 但是,一个语气助词,其实相当于知乎者也 没什么特殊的意思 广东人经常讲的叻字,其实是粤语万能字 万物皆可叫做叻,包括人 衰叻,果叻叻,用少庆话就叫做歌叻叻 这个叻字用拼音输入法YE就可以达出了 相当于普通话东思的用法 例如,教什么东思就叫做 什么东西 美洒东思就叫做 老叻 鲜的东思就叫做 真叻 耗东思又叫做什么呢 好叻 差的东思又叫做什么呢 假叻 说叻 中招商丹,做了些东西令到受损 又叫做什么呢 骂东西又叫做什么呢 老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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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方人觉得粤语难学 是因为粤语有九声六调 还有一个原因 是粤语有很多口字边的字 看见还以为是联马 但是其实这些口字边的字 都是方言造字 是俗写 最早写这些口字边的字 是香港报刊传出来的 一个这样写 个个都跟着这样写 所以就有了这些方言造字 这个我们不背 是什么的 那事关早期的老叻记 不知道粤语本字怎么写 所以在口语上面 加个口字边上去 就当成是粤语字 但是其实粤语有边 有这么多口字边才行 不要忘记粤语都是汉语来的 但是为了不要复杂想学粤语的老叻记 先看得明白这些日常交流的续字 以后慢慢再学本字 那好了 那今期暂时跟大家分享着这么多 到最后又轮到你发挥 写出三个平时我们经常用的 粤语口语续字来看看 要口字边的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